都说现在球员打球软弱无比,没有80.90年代的那种激情和对抗,这一点我们确实不能否,不过这是篮球的进步和发展,球员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快,比赛提速也是情理之中,要说得分观赏性肯定现在更好,肖边绝对不是后骨薄金的人,现役球员也没有那些民俗所说的那么不堪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现役哪些球员放在乔丹时代照样成巨星,库里是这里面最遗憾的一个,作为现在最转的男人,在90年代他的三分或许会被废,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所谓的侵犯援助体的说法,库里那单薄的身体,估计会被佩顿防枯,他想要凭自己的实力,像现在一样把三分投进,那难度大的无法想象,所以说时代造就英雄,这一点真没有错。 詹姆斯,詹姆斯不是被张飞抨击只有身体吗?他的打法在90年是相当吃香的,关键他的机动性比那个时期的球员强很多,还有一手精妙的传球能力,就凭这两点都能够成为巨星,更别说他那爆炸给分力,能够给乔丹造成威胁的男人。 詹姆斯是最有可能的一位,维德,闪电侠不仅有速度,对抗性也是十足,空中无数次把自己甩出去,赵亚是生龙火虎,他的突破能力,比当时的哈达威,希尔是好了太多,身体素质也是更上一个档次,他们奥卫都能成巨星,维德更不是问题,他的感冒能力,会让不可一世的四大,也感受下那种恐惧感。 杜兰特,抛开杜兰特投敌的污点不说,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,别看他体型偏瘦,对抗可不差,关键他2.11的身高,还能拥有后卫一样的速度,估计会把全联盟吓一跳,他的中投能力加上身体上的优势,格分确实不是难事,有他在就没博得什么事了。 加索尔,别看他叫加嫂,真不是说他打球软,关键还是性格好,不然也不会跟科比合作得如此愉快,他在篮下有身高比赞,关键地位单打能力很强,还有一手不错的中距离跳投,成为球队的核心根本不是问题。 至于防守端加索尔也不会是漏洞,毕竟胡人夺冠时期,就靠他和凯尔特人内线缠斗,不然冠军是真悬了,保罗,保罗各自确实矮,但防守组织能力可是一流,特别是他喜欢用小动作这一点,非常符合90年代的篮球风格,在强调阵地战的年代,保罗的控场能力能够完全发挥出来,有他在当时小托马斯都只能活在他的光芒下。